大家講到氣候的這一塊 其實我對趙立新講得很有感 我說 他說中美作為世界上 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還有最大的發達國家 大家應該肩負共同的使命 因為不是說你指責哪一個地方 你的碳排比較多 哪一個地方碳比較多 然後這個你地方就會遭殃嗎 其實我們來看到 河南最近的確碰到了 千年一遇的暴雨 威力在增強當中 有人就會這樣解讀說 就是你大陸做的碳排有問題 大家就想另外一個地方 也在淹大水 西歐 德國 德國那個地方大家都覺得 你是綠能綠化做最好的 但那邊一樣遭縫到極端氣候 淹了大水 為什麼 因為地球大家是一個的 所有氣候的系統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是大家應該一起來做 不過我看到河南這一次 這碰到的災情非常嚴重 到今天我看到的數字 至少有56死 這可能還會繼續再上升上去 受災戶超過了757萬人 鄭州這邊包括了很多 遇到二次災害還有20萬人 無家可歸 甚至我看到到今天 還有很多的積水區 都還沒有退散 這一次為什麼 在這個相對過去來講 比較少發生這種所謂的水災 河南會碰到這麼嚴重的事情 河南它原本的 一年的雨的平均量 只有640左右 一年 可是它一天就下了550 一天下550 一天快下了一年的雨 也就是說一天快下了一年的雨量 所以德國的水利專家 包括他們官方的水利專家 防澇專家 他們認為說 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 沒有一個城市承受得了 這樣的雨量 當然 沒有任何一個城市 因為河南的雨量是德國 您剛剛講的德國的水災 這次德國水災死了100多人 100多人罹難 也包括了盧森堡跟比利時 他們的雨量也不過就是 河南鄭州的1 3 但是卻造成這麼嚴重的死傷 就已經造成了1 200人的死傷 相對來講 河南的死傷的人數還是比較少 而且不要忘了 它是一個人口的大城市 因為是河南省的省會 人口的大城市 而死傷的人數表現出來的 還是在一個範圍之內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一個比較客觀中立的 科學的角度裡面 他們認為說 任何一個城市都承受不了 但是就在於河南 就在德國 他們發生了這樣的一個 大水災的時候 美國在發生了大火災 美國的加州 跟他鄰近的幾個州 大火燒得一塌糊塗 所以也就是說一方面 是高溫高到沒有水 然後溫度高到 不斷的爆發大火 一個是水多到一直淹 現在印度也造成了 大的水災出來了 印度也發生了 而且情況會越來越嚴重 好 所以氣候暖化 已經是定型了 已經是確認了 因此當初美國的總統特朗普 一直在說這是科學家的謊言 一直在說 這是一些企業的謊言 現在證明 特朗普才是謊言 因為氣候異常 氣候暖化 這個是科學的規律 已經出現了 所以大家要共同的 來去解決這問題 可是台灣背道而馳 我突然間想到台灣 因為民進黨政府 就不斷的去燒火力 不斷的燒煤 不斷的燒天然氣 天然氣也是火力 所以民進黨政府背道而馳 拚命的再去用火力發電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不講民進黨政府 好 我們再來回過來 趙立堅那句話是有學問的 那個學問是藏在字裡間 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 按照氣候暖化排檔的規定 發展中國家的份額 也就是你應該承擔的份額 跟發達國家的份額是不一樣 你越發達你應該承擔的責任越大 美國3億人口 美國的碳排放量是全世界最高 大陸14億人口 他的碳排放量 人均少於美國 而且非常的少 也就是說如果你用14億人口 來計算的話 大陸的碳排放量 每一個人的碳排放量並不多 你用總數來說你說很多 可是你用人均 也就是每一個人所消費的 碳排放量 中國大陸是低標的 美國是高標的 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裡面 要弄清楚 歐美的國家都是高標的 歐美的國家都是碳排放大國 他們本身在人均方面 我一直在強調是人均 因為你的人口基數不一樣 你這些人口的碳排放量 也就是人均這麼高的國家 他本身要承擔的義務 承擔的責任 當然要高於人均低的國家 這就是一個必然的一個道理 在這個情形下 你就可以知道 對於大陸來講 他是要跟美國談的時候 是美國要跟大陸合作 美國要大陸合作的意思就是說 你大陸再多承擔一點責任 這樣你可以理解這個意思 沒錯 所以大陸怎麼會理你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你美國跟歐洲的這一些 尤其像日本 美歐日的G7的這一些國家 你的人均碳排放量高的國家 你的負擔的責任要重 而碳排放量 人均碳排放量低的國家 你的負擔當然要輕 而不是以你的人口總數來計算 他是以人均數來計算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還有得吵 我覺得美國在這個部分裡面 也沒有多少底氣 所以克里尼口水講到乾了以後 人家只要問你 你人均這麼高 你要承擔什麼責任 也就是你的碳權 你要付多少錢 這個時候 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你的碳權 因為大陸的碳權已經開始上市了 已經開始買賣了 重點就在於 你歐洲跟美國 你的碳權 你本身要付多少代價 美國人怎麼可能 美國現在政府根本就是窮 他怎麼可能付這麼高的代價 當他付不起來的時候 他在國際間就沒有多少換權 好 孫將軍要補充 這個東西 人均是有科學依據的 我上次看到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新聞 全世界養牛的國家 放到牛屁裡面 都可以產生很多的瓦斯 對不對 而且美國是全世界 最會消費資產的國家 你問他 他用的衛生紙是人家多少倍 他的木材砍伐率 對不對 浪費 我們在美國去待過 對不對 他生活上的資源浪費得很兇 對不對 今天講起來 除了碳權有碳稅 你是不是 他美國就是現在 像COVID-19 他現在扣過帽子 是你大陸傳出來的 現在他又看到 中國大陸的排碳量 就是總體的量很高 他又來要求你弄那個 中國大陸心裡想 你一跟我談 那我們就按人均來算的話 你美國幹不幹 而且前面幾年 你退出聯合國這個組織 退出那個組織 退出這個那個 現在回過頭來要參加氣候協定 對不對 以前那個誰的副總統 前面的那個搞全球暖化的 克林 副總統 得了諾貝爾獎的 高爾 高爾 高爾早就自得很 花了很多錢搞這個 氣候變遷的這個 高爾自己家裡面的碳排放量 是排最高的 因為他全部大量用電 但是他至少花錢 花心思 去搞一個警告全世界這個 他做一套做一套 就是他推碳排放量自己 他一個人的事 我講他至少讓 至少我們台灣很多觀眾 看到這個氣候變遷的問題 一個氣候變遷 誰能抗拒 現在還有八卦新聞 說大陸製造氣候作戰 那也死自己嗎 所以這些東西 新聞大家都要講一個科學一句 對不對 還有說氣候作戰 當然大陸約那麼慘 你怎麼不說 這個其實幾年以前 我住加州的朋友都講 幾乎房子都燒掉了 跑都來不及 那個煙火一燒 一大片 多少怪陰謀的森林就沒有了 你想想看 美國失火 大陸淹水 不是水生火熱 都是人類自己共同造的業 對不對 所以這個氣候談判 中國大陸不會拒絕的 來 咱們就公平算賬 我14億人 一人排多少 數據排出來都很清楚 責任大家怎麼分台都很清楚 一般都是會用人均碳排放量 來算 所以美國就加了 你總數量很高 你怎麼不談人家人多 所以這個問題 我跟你講實力 以後這個問題 台灣也要面對 台灣所有的出口的東西 你繳碳稅繳不繳得去 大家剛才在講就是說 你不要覺得這不關你的事 或是說我們碳排 算起來世界沒有很高或什麼 德國的例子 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地球只有一個 整個氣候的系統 它變化之後 災情要去哪兒 真的 你沒有辦法料到 好